全球股市都在漲 就只有台股在走弱 我想现在市场上90%的人 都非常的悲观 大概只剩下我 还非常的乐观的跟大家分享 台股短线至少是上看月线 不过我们都是有所本的 今天我们就从08年金融海啸 来跟大家分析 现在的台股绝对不是一个大空头 另外呢 旁边上哪些股票你一定要留 哪些股票你千万不能留 今天的节目很重要 你一定要收看 投资握力放眼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总金面、基本面、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我觉得最近台湾的投资人一定非常的愤愤不平啊 都觉得为什么全球股市都在涨 就只有台股自己在走弱昨天还破底 那其实如果照我前天跟大家分析的 我说台股三天之内会回到万山 目前为止虽然说走势是比较弱一点点 但是我还是觉得明天还是蛮有机会突破万山的 为什么呢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要从空头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真正一个空头走势会长什么样子 那历史上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加权股价指数的分时图啊 大家都在找我们开盘还走弱 有没有看到开盘还走得蛮弱的还一度在破 破破今天的低点 那大家呢 你可以看到日本韩国指数一开盘都是开高的 一开盘都是开高的 不要说日本韩国啊 连中国都是如此啊 就只有台湾是这样 我真心的很想说一句话 我们的金管货我们的国安基金啊 你有没有看到啊 现在台股真的是一个非理性的一个下沙 你其实如果说啊 台股如果不要说多啦 跟上国际股市的脚步啊 其实今天应该至少是在13200点以上 那结果呢 然后大家都说系统性风险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那都是在找借口啊 那主要来讲就是市场信心不足嘛 那虽然说尾盘呢 盘中啊还是向上拉高 尾盘还是向下收了 那整体来看你看一下啊 我们台股的部分啊 昨天在破底嘛 破了就是近几年 两年来的新低嘛 对不对 好那今天呢 又是收在相对的低点 那大家一定觉得 如果你单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我也可以很简单告诉大家 台股没救了 就是要死空 死空 现在就是空头大空头 赶快进场去做空 但是其实说真的 现在做空真的适合吗 现在做空真的不适合啊 好啦就算你真的想做空 我也真心的建议你等反弹再来说吧 现在连反弹都没有你要在低档去做空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赖 台股的部分啊 大家都已经站上月线了 哦 只有我们还在低档 那说真的啊 我刚刚讲了 如果你单纯啊 只看加权股价指数的技术线型的话 我也可以跟你讲 台股就是空头 因为啊 其实说真的 股市只有三种走势 第一种叫做空头 第二种叫做盘整 第三种叫做多头 这废话 来我们来看一下 空头的走势是涨怎样 跌下来之后反弹无力 跌下来之后反弹无力 跌下来之后呢 继续反弹无力一直弹 那每次呢 他会越弹怎么样 越低 每一波的高点呢 他会怎样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他几乎反弹的过程当中 都不会突破前波的什么 就是前波的低点 就是每一次反弹 几乎啊 都不太会过前波的低点 你看一下 跌破之后反弹 跌破之后反弹 不会过前波的低点 再来呢 如果是多头走势是长什么样子 哎 长起来之后 就是修正 修正完之后呢 他会继续向上 每一波的修正呢 都不会跌破前波的低 就是高点不是低点 你看 这波修正 不会跌破之前的高点多元 然后呢 就像走楼梯一样 一步一步向上的 墊高 那目前来讲台股就是 比较像这个嘛 比较像长得像这样子嘛 比较像是这样 反弹无力 反弹无力 继续往下走走走 那说真的啦 现在如果单纯从技术面看起来 是空投没错 但是是不是一个真的大空投 我认为不是 因为真的大空投啊 我们来看一下 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是长什么样子 来 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你就说老师跟现在很像耶 跌那么深 反弹无力 反弹无力之后 又再跌一波 你看 这一波还是主跌段耶 也就是说呢 很多人看到这张图会觉得 哇老师 台股现在反弹无力 主跌段还没来耶 那真的是这样吗 来我告诉大家 如果真的现在啊 准备要进入雷曼时刻 就是大家这一波反弹完之后呢 会持续的往下杀再杀再杀 那我告诉大家 全球股市都不会涨 为什么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是08年的时候 7 8月的一个状况 你看一下 08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大跌一波之后呢 到当年的7月份8月份 反弹反弹 那大家都觉得在反复打底 但是你一看 他在反复打底的过程 连前波的一个低点 都没有办法突破 这就叫做弱势的反弹 反弹无力就继续往下杀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全球股市 都是一样反弹无力 来 我们来看一下08年的时候 美股 美股的部分呢 来看一下 一样是7月份8月份 一样跌下来之后 反弹无力在前波的低点 怎么样都谈不上去 跟台股的走势 有没有非常的相像 没有错吧 大跌之后 反弹无力后续再跌一波 这是盗琼指数08年 7月份8月份跟台股一样 反弹无力 有没有 7月份8月份 反弹无力继续往下杀 也就说呢 你会发现啊 这样的图形 这两张图形 有没有非常的相似 也就说全球股市啊 几乎都是联动的 如果说 台股真的要继续往下杀不停 一直杀 杀到底杀到死 全球股市都不会涨 不只是美股 你看一下连法国股市 我们欧洲拍一个代表也一样 在08年的时候 7月份8月份 有没有 一样是反弹 你不要说 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图形 你看这边数字是不一样 这真的是法国股票 不是都一样的图形 你现在看是不是都很相似 对不对 都很相似 都是反弹无力 但是他们真的是不一样的图形 我帮大家抓出来 在08年的时候 7月份8月份反弹无力再跌一波 那包含呢 其他的韩国股市也一样 你看08年的时候 7月份8月份反弹无力 继续往下跌一波 所以啦 真正的大空头是全球性的 全球都会反弹无力 你看8年中国一样 08年的时候 7月份8月份是不是大跌之后 反弹无力 后续继续再杀一大波 好所以呢 台股如果后续要再杀一大波的话 我认为全球股市都要反弹无力 但是现在的全球股市有反弹无力吗 我告诉大家 反弹的还非常有力 来我们看一下道琼指数嘛 道琼指数的话来 这波低点啊 前波的低点这边 跌破之后马上拉起来 是不是突破了前波的低点 这不算一个标标准准的大空头 来这边再一次的跌破 再一次跌破之后 跌没多久 他有再一次的报复性的大反弹 对不对 好反弹完之后呢 又说要升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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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升息之后 又再大跌了一大段 跌破前低之后 在不远处就在这边打底之后 形成一个W底 然后持续的向上反弹到今天 到今天都还在涨 那你说这像是一个 08年的大空头的样子吗 你看08年的大空头 反弹是这么的无力啊 那你再看一下今天 今天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道琼指数 今天的道琼股价指数 你看反弹是多么大的一波啊 如果说呢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空头 我认为啊 道琼股价指数 不应该会突破三万点这个整数关卡 至少不能突破三万一千点 结果呢 他不但突破三万一千点 还直接向上准备要迈向什么 三万两千点 这就代表说这不是一个大空头 而且我们环游世界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环游世界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 道琼指数啊 这是我早上画给大家的 W底之后呢 我不是有跟大家讲吗 我每天都数给大家看 我说啊 如果是一个反弓的讯号 在反弓讯号出来之后呢 这个股价指数啊 会在三五天之内持续的创新高 就是短多的格局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天 他公布了CPI 公布了CPI之后呢 利空不跌 反而向上 这就是一个突破的讯号嘛 一根红棒吃掉之前所有的跌势 来从这一根之后呢 你看是不是三五天持续的创新高 来你数我数给你看哦 来隔天就创新高了 创新高之后重数三天 来一没有创新高 二又再创新高 创新高我们继续再重数三天 一二没有创新高对不对 第三天创新高 而且一根红棒吃掉所有的黑棒 是不是代表持续的走强 然后呢从这一根红棒之后呢 你会发现啊 不断的再创新高 我们再数一天创新高 再创新高 每天都在创新高 美股一路向上创新高 已经突破了季线 他突破了季线之后呢 也就是说这个短多格局 已经正式确立了 当然你在这阶段不要去追美股啊 只是美股多方格局是确认的 既然多方格局是确认的话 美股就不是一个大空头 那就像08年一样 如果说 全球股市后续是一个大空头 我告诉大家 美股反弹也会无力啊 欧股反弹也会无力啊 亚洲股市反弹也会无力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国家 除了道琼 我不要说我们的 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就好了 来 德国 有反弹无力吗 没有耶 一样耶 持续的向上 已经突破了季线了 来 法国一样 持续的向上突破季线 来 日本股市 虽然说 稍微弱一点点 但是呢 你看一下人家也是准备要挑战季线 准备要挑战季线的没错吧 这边震荡之后呢 正式站稳的月线 准备要挑战的季线 那韩国呢 韩国人家至少也站稳月线了吧 来 我们这边看到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跳空缺口 这几天都站在跳空缺口之上 也就是说 今天晚上如果美股续涨的话 韩国股市啊 应该会持续的再创新高 而且我们可以从现在的欧洲股市来看 你看一下 现在的欧洲股市还是持续的再创高哦 现在是欧洲股市没有 站稳季线之后有没有看清楚 又持续的再创高 德国股市也是一样 哦 持续的再创新高 那当然呢 我们最新最新的道琼指数呢 也是一样持续的向上 那今天早上啊 大家又很担心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那个财报嘛 微软财报公布不如预期 德州仪器财报公布不如预期 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就是字母公司 财报也是大幅衰退 结果他们盘后都大跌 盘后都大跌 那大家都知道 这都是最重要的科技类股 那大家可能又没信心啊 我告诉大家没有那么没信心 我们如果看到 现在的纳斯达克期货指数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来 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的期货指数啊 你会发现哎 有没有 根本就没什么跌 还在昨天的红棒的一个低点之上 对不对 有没有 所以呢现在也是在搜红 持续的 如果你看分时度的话 持续的向上走高 也就是说 早上公布财报之后跌完7% 哎准备可能就没事了 没事他就利空出境 最近很流行利空出境啊 所以最近啊 你会发现最近包含台股也是一样 很多股票啊 利多反而都不会涨 要利空 要利空啊 跌到不能再跌 烂到跌到不会再跌 他才有机会向上 好所以呢这一波 大家很多人都会跟你分析啊 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讲讲啊 好像跟你在聊天啊 大概还能那么明确的跟大家分享说 我告诉大家 台股短线就是会上看月线 至少上看月线 很多台都跟你在聊天啊 什么叫做聊天 什么叫做跟你确认趋势 不一样哦 有些人会跟你讲说 哎你短线是否会继续涨的话 我们先看万山 然后如果哪一天呢 万山真的站上去了 他会跟你讲 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了哦 会上万山哦 那我们呢 我们直接跟你讲 台股短线至少先看月线 也就是说我是很乐观跟大家讲 现在就是抄跌 现在就是抄跌 那为什么会这么若气 当然他们会跟你讲很多理由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美国两年期公债殖利率都很高 然后造成什么 新台币 要不要一路向上贬值 大家都会讲啦 这没什么好讲的 讲到讲完这边之后 你看一下 企业跟散户都在买美元 这其实我们之前早就跟大家预告的 重点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才是你想要知道的 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大家都去换美元 企业散户都去换美元 会一直这样子走下去吗 不会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现在人最多就是在哪里 美元 在美元 人最多的地方现在就在美元 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指数的部分 来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你会发现 人多的地方真的是不能去 你看一下大家都在抢美元的时候 美元就开始向下跌了 有没有 当大家都在买日币的时候 你会发现 日币啊 买完还是继续贬值 对不对 所以人多的地方真的不要去啊 这样了解吗 你看一下大家都在抢美元 美元指数代表美元的价格 美元的价格还持续往下走跌 所以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去的 那去哪里最好 现在跌对深 大家都觉得没希望的股票 你看一下 说真的股票市场 你看外资在这么悲观 也慢慢从卖超变成买了 那你不要说老师只买一点点 我告诉大家你看一下在期货的部分 它的多单是持续的增加 那所以你看多单持续增加的话 也就是说外资也是跟我一样嘛 对不对 外资跟我的看法完全一样嘛 就是看多现在台股就是超跌 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怪国安基金啊 有些人会怪什么台积电啊 那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昨天国安基金没有出来讲几句话 真的是有点过分 因为昨天啊 台股啊真的是 就是超脱市场 大家都在涨 只有你在跌 那今天大家都在涨 我们就小涨一咪咪 那你国安基金不出来讲一些话 也是很奇怪 因为你国安基金的 目标是什么 你国安基金的工作是什么 护盘好吗不是探级 是护盘不是探级 了解吗 所以呢国安基金昨天在这样超脱市场 我们也不是说 你就是要来救我们散户啊 让我们解套不是嘛 那现在是 我们台股是超脱于市场 超脱市场不是好事 大家都在涨 只有我们在跌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大家都在从那轨道 那我们在不同的轨道 我们在跌的轨道 那这不就叫做失序 什么叫做失序 失去秩序 那你国安基金就应该把他拉回来嘛 那不是啊 你今天国安基金 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你可以不要买 你可以出来讲说 如果再跌 我们就会用力的给他买下去 你可以讲 但也许你不用买 对不对 你至少要给大家信心嘛 现在大家就是没信心嘛 所以造成台股现在啊 是超脱全球市场啊 自己在往下跌 好那我认为啊 其实金管会还真的有满用心在 在互盘的 因为他们一直有政策在出来 这我们就不再讲了 那其实我认为啊 其实现在其实真的是一个满好的时机 因为你会发现啊 现在散户都没信心了 现在95% 才95%吗 可能99.99999的散户投资啊 都认为这就是一个大空头 反弹就要空 反弹就要空 真的是这样吗 我刚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大空头 我绝对会告诉大家 因为现在就是啊 我已经跟大家预测了 全球股市就是会涨 那既然全球股市都还在涨 台股没有理由会持续的往下跌 那现在市场信心不足没关系 那你管基金不讲话 美股持续向上涨 那你今天涨可能拉不动信心 你明天再涨可能拉一点信心 你后天再涨 我信心 总有一天会被拉上去 总有一天被拉上去以后 我告诉大家 台股就可能会出现一个 暴富性的大涨 千万不要怀疑 这是非常有机会的 那昨天台积电在大跌嘛 我告诉大家很多人啊 都是锦上天花跟落井吓死啊 大概只有我是什么 雪中送炭啊 你看一下台积电那一路向下跌的过程当中 现在越来越多媒体跟你讲 台积电多惨啊 半导体先风暴啊 有六大风险啊 跟你讲很惨 但是我告诉大家 台积电还是护国神山 台积电它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不会因为一封信说什么 叫员工多休假 他就不赚钱 他不是这样的公司 而且短线上本来就已经超跌了 好不好 所以手上有台积电的话 我认为坚持啊 坚持才是最好的选择 好不好 台积电坚持坚持 如果你有台积电的话 我们不会为了赚钱这样说 赶快来跟我做 我来吧 台积电砍了 我们换强势股 不需要这样 好那整体来看 我就跟大家讲 台股跟美股啊 长线来讲 就是联动的 美股在持续向上涨 台股绝对不会孤单的 那我们早上也跟大家话了 你看一下 W底形成之后 突破季限 准备再创新高 那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道琼期货指数 还是向上涨的 那也许有些人说 老师 人家都说 背半指数跟台股比较像 因为台湾都是半导体类股 我读的书不多 我都知道了 但是你看一下 连肺半指数 肺半指数 肺半指数有没有看到 都持续向上涨高 台股的位置根本就不对嘛 如果说肺半指数在这个位置 现在台股就是在这个位置 台股在这个位置 看清楚嘛 台股现在在这个位置 那肺半指数在这个位置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台股一定会反转的 那反转的部分 后续到底要找什么股票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再跟大家分享 投资握力放眼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 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 记得要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好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告诉大家 既然台股短线 是上看月线 至少上看月线 那当然我们期货的部分 我们期货创业家 跟大家讲 38万赚8万 目前来讲 我们就是做一个 月线攻略计划 我们就是站上月线 我们这一波段要赚大的 好你看我们这一波 其实我们这个月 早就达标 你看第一胜是50点 第二胜是30点 80点 第三胜是10点 90点了 第四胜是280点 对不对 280点这样是370点 370点再加上这个290点 其实是660点 那其实早就已经达标了 早就已经38万赚8万了 那上个月是19连胜 也是38万赚8万了 那有没有办法达成 我就说绝对有办法了 所以你只要照着我们388的方案 三部曲 一个月一个月慢慢达成 最后你的资产一定会翻倍翻倍 再翻倍 那至于到底怎么操作 我们现在还在操作中 所以呢不方便跟大家讲太多 那至于盘面上的类股族群 要怎么操作 我们一样跟大家讲 你就是要坚持什么 5亿的悬股 5亿的悬股法 也就是说啊 融合总机面 基本面 技术面 产业面 消息面 五合一的选股策略 你经过层层的把关啊 你选的股票才会坠机哦 好那所以呢 现在盘面上到底怎么操作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不要去追高 现在不要去追高 因为 现在不是一个大多头格局 如果是一个大多头格局的话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创新高的股票 通常来讲 在三五天之内 会持续的再创新高 但是现在创新高股票 很可能都会被拉下来 因为很多股票都在跌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如果你手上有一档股票 是赔70% 另外一档股票呢 是可能小赔5% 或者甚至是小赚5% 今天呢 因为大盘在下跌 你要出股票 你会先出哪一档 你要出赔70%的 还是小赚小赔5%的 我想应该是小赚小赔5%这个吧 没有错吧 好所以呢 现在很多高价股 比较强势的股票 不叫高价股 强势的股票 很容易被拖下水 而且一拖啊 就是大拖 大拖 现在市场是杀很大 杀很大 好所以呢 有一些时候你看强势股 本来强势的股票 还科 创新高之后 没多久就被拉下来了 见机也一样 也是这个波段 算是大家都在讲 每一个人都在喊的 强势股你看 强势股一向下跌 就是这样跌 这样子跌下来的 多么的可怕 所以最近真的不要去做追高 精确也是一样 你看突破新高之后呢 没有几天 他就怎样 就一路的往下 杀下来 杀得又深又快又急 连反弹都没有 那所以呢你看 那比较强势的股票 像台达电也一样 月营收呢 每个月都创新高 但是月营收创新高 你看他发现 他利多都不太涨 利多都不太涨 所以他就涨不太上去 所以台达电 虽然说是好股票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 回档再买 但如果你手上 已经有台达电的 我认为还是坚持下去的 看起来他的趋势 还是蛮强的 他这边呢 只需要经过整理 整理之后呢 他就有机会再创新高 重点观察在250块的价位 另外呢 中市的部分 你看这一波下沙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追高之后 死在这边 死在这边 沙很大 沙很惨 所以最近来讲 最近的趋势就是 不要太过追高 那当然呢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 在跟你讲雷虎 那我不是要唱衰他 这看起来呢 短线上是 还蛮有机会再创新高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要 跑得快 跑得快是什么意思 今天买进 明天没涨 后天没涨 就一定要赶快把它出掉 你如果跑不快 我建议不要进场 那盘面上 另外还有一个族群 大家一定也都会跟你讲 叫做什么 板卡 板卡相关类股 包含今天清云 翰逊 其实都表现得不错 还有利台 那当然如果你要我选的话 我比较建议 就是找比较稳定的 获利比较好的 就是技嘉的部分 技嘉虽然说 没有像刚才的什么利台啊 青云这些标的那么 标的那么强势 但是呢我认为 他是比较稳定一点点 现阶段你就是先求稳 好不好 所以技嘉部分 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啦 另外呢 旁边上呢我认为 现阶段你要找什么股票 找的绝对不是强势股 找的是叫做烂到爆 烂到不会跌的股票 什么叫做烂到爆 烂到不会跌的 比如说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说 面板类股 其实我们面板类股讲很久了 面板类股从7月底 我跟大家讲 那时候群创友达 就是两家公司合起来 亏损了103亿 我讲了好多集了 那跟大家分享 从那个开始啊 群创友达不跌 不跌就是利空不跌 不跌之后呢 他就一路向上 群创友达都涨了至少 2 30%以上 那到今天你会发现 今天群创又发布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啊 他说什么 因为第四季的产能利用率 维持低档啊 现在不是建议员工要休假 现在是强制休假 你说不惨吗 那么惨的情况之下 你说股票今天有没有跌 没跌啊 没跌啊 没什么跌啊 跟很多股票比起来 是不是反而还是没跌的 还是收红红耶 群创也一样啊 收红红耶 没什么跌耶 好但没什么跌不是代表说 现在就可以进场 我认为群创跟友达 可能还需要一个震荡期啊 大家再观察一下 但是我只跟大家讲你看 利空出来都不会跌 那台积电呢 台积电不是也叫员工要休假吗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至少他坦诚了 坦诚说半导体未来可能有一些 雜音 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 那市场就会去修正 该修正的修完之后 就有机会向上了 好所以群创跟友达利主 我跟大家讲 现在你要找什么股票 烂到爆 烂到不会跌 面板够烂了吧 到今天为止 还面板的报价 可能还是在低档 对不对 够烂了吧 好烂到不会跌 他就一波向上 那由哪一些股票呢 还有机会烂到爆 烂到不会跌的 那我们先讲啊 现在有很多股票 好像利多出来反而都不会涨 为什么我都说要看利空啊 你看一下 载版三雄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芯芯 南店跟景硕嘛 那芯芯的部分 他基本面就最好 营收持续的再创 历史的新高 但是税后净利 也是持续的再创新高 所以今天讲啦 今天就讲啦 今天早上的消息就说 芯芯Q3获利创新高 美股赚5.8块 三季赚15块 那四季至少赚20块 那现在本益比够低了吧 那没想到今天消息公布之后 今天还收黑 今天收黑 所以你看现在市场需要的是 利空炊链出来的底部 现在就是利空炊链出来的底部 你要去找这种股票 那包含了什么 像今天中初也一样啊 9月获利年增15%好不好 前三季赚13.3块 创同期新高 好不好 棒不棒 棒啊 股票涨不涨啊 不好意思继续往下跌 所以现在股票你要找的就是利空不跌 烂到爆烂到不会跌 烂到爆烂到不会跌 你看啊 旺宏也是一样啊 你看这个消息你光是看标题你就知道了 持续的拉伸高阶车用产品的占比 明年车用的营收续墙 你不觉得很棒棒吗 结果呢股价还是不给力啊 又往下跳空向下跌 那是不是就跟大家讲的 现在你要去找的就是烂到爆烂到不会跌 那烂到爆烂到不会跌的有哪些 比如说像钢铁类股啊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你看中钢单月亏损14亿 股票怎么跌 没什么跌啊 平盘震荡啊 所以你看相关的钢铁类股 我们讲了好几天了 低筒 涨停 今天呢 开低本来大家觉得没救了 结果继续向上涨 又继续涨了 四季钢也是一样 缓步的持续的向上跌高 所以你说钢铁人有没有机会回归 钢铁人绝对有机会回归 所以我们这一讲 钢铁人即将回归啊 是持续受惠 他可能会受惠于什么 俄罗斯铝业被美国禁止嘛 那金牌币贬值对他也是受惠了 他EPS ROE都持续的再创新高 那除了钢铁人回归之外 还有哪些股票 我跟大家讲啊 有哪一些股票可以留 哪一些股票不能留 哪些股票可以留呢 我刚跟大家讲的不能留的就是 创新高的股票 创新高一直在涨的股票 如果三天之内都没有办法再创新高 我建议大家不要留 赶快砍一砍了 那如果能留的呢 就是第一档的股票 已经跌到升跌到爆 跌到没有 大家都没有希望 该出的都出了 不该出的也出了 那是什么 我认为啊 钢铁人玩之后 可能航运类股是蛮有机会的 航运类股的话你看一下 长榮的部分 最近啊相信应该也没有人在跟你讲说 那个航运的报价有机会向上场 已经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但你会发现他们有没有再跌 这么多的利空之下 长榮有没有再跌 没有耶 没有再跌耶 现在都船地空船到怎样 他说美国塞港缺贵的问题 没有了 现在报价一直往下跌 狂跌暴跌大跌跌到什么 跌到他们的成本之下 也就是说以前呢 是送一趟赚一趟 大赚一趟 现在是送一趟赔一趟 连这种消息都传出来了 你看股价有没有跌 没跌 所以没有跌的话 我认为啊 货柜类股啊 航运类股啊 就有机会 航运类股包含什么 长榮啊 你看阳明有没有跌 今天最近大盘有在狂跌 阳明有没有在跌 没有在跌嘛 所以你手上有航运类股 不要乱砍啊 不要乱砍 我认为还蛮有机会的 只要没有跌破前提 都蛮有机会的 另外万海也是一样 有没有在跌破前提 没有耶 大盘一直在往下跌 万海有没有在跌 洋明有没有在跌 长榮有没有在跌 没有 都没有 好不好 所以手上有运输相关类股啊 我认为应该要留 比如说像长榮航 也应该要留嘛 既然报价没有在跌了 就有机会向上 再加上下半年明年 今年的年假蛮长的 很多人会出国玩 所以 滑航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我认为是可以留意的 再来呢 慧阳 就是散装航运的部分 也没有在破低啦 所以运输相关类股 就是有机会 航运的类股 就是有机会好不好 中航也是一样 没有在破低了 所以现在啊 就是流行什么 现在市场上 你不要去追强势 追高 就是买什么 烂到爆 烂到不会跌 烂到爆 烂到不会跌 既然它都已经烂成这样了 好不好 都没有再跌了 那后续就算台股再跌 它向下跌的空间有限嘛 对不对 因为就像我讲的 很多人假设在这档股票 已经都输了六成七成了 你认为它会出吗 它不会出了 对不对 它一定会出高的 它不会出低的 那既然低的都没有卖压了 已经没有卖压了 那就很容易 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买盘 就有机会点火向上 所以钢铁类股 航运类股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当然 如果你现在对于你手上的股票 有什么操作上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我们下面的电话 或透过我们旁边的这个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投资握力放眼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 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 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摩尔证券投顾 0800 66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